这个女孩从小就遭到同伴欺凌,亲人抛弃,只因她能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。 上一话说到智氏被龙群挟持,带到了龙群的终末之地,没想到这里看上去竟有些岁月竟好。 只不过智氏的落地方式就有点惨了,被叼着的龙叼进了水里。 在沉入水底的一瞬间,她突然听到爱丽亚斯的呼喊,于是下一秒噌的一声就游到水面上,映入眼帘的却是一条庞然大物的巨龙奈闻。 身上布满了苔藓和青草,从白毛嘴里得知,这是一种叫五一鲁的龙肿,随着生命的逐渐衰败,会退化成参天大树。 白毛之所以要劫持智氏,就是想见识一下传闻中的叶之爱女,原来她并没有恶意。 同时白毛在智氏的影子中发现了爱丽亚斯的踪迹,果然终究还是没能瞒得过白毛的发言。 爱丽亚斯现身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使用魔法轰干智氏身上的水分,妥妥的护膝狂魔呀。 据爱丽亚斯介绍,白毛的名字叫林德尔,是这片龙巢的管理者,同样也是魔法使。 林德尔的任务就是用魔法把龙之国隐藏起来,以免受到外族的侵害。 别看他表面上风流倜傥,实则已经是百十岁的老头了。 简单的认识之后,爱丽亚斯和林德尔进行工作上的交流,留下智氏和一群幼龙玩耍,他们一起奔跑在草原上。 善良的智氏还帮这些幼龙挠痒痒,不过智氏还是对奈文比较感兴趣。 这种五一鲁种族的龙不惧怕生死,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,地球上所有的生物无一例外都会迎来死亡,后续的生命将会继续传承,所以不必感到悲伤难过。 突然智氏回忆起不公平对待的点滴,奈文从智氏的眼睛里已经感知到了他的所思所想。 为了让智氏看开点,奈文决定让他领略一番自己眼中的世界。 现在智氏要做的就是闭上双眼,和奈文融入一体。 这里的世界五彩斑斓,多姿多彩,人生在世,多的是看不完的风景,所以根本没有必要为了路边绊脚的石子,愁出不前。 只有经历过更多的坎坷,才能蜕变成更好的自己。 突然一声巨响,把智氏拉回现实。 没错,奈文已经开始回归大地了,他非常知足,在有生之年见到了传闻中的夜之爱女。 临终前,奈文告诉智氏,如果将来需要魔杖的话,可以用自己身上的树枝,这棵树正是菩提树。 漂亮的白花已经在绽放了,相信来世,智氏一定会越来越好。 好了,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,我是小丽,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啦。